冬日里盛开的除了樱花之怪还有美丽的玫瑰园 亚洲大学在校园内的太极湖旁种植了一小区的玫瑰花园 多达了五六百株的玫瑰花 有大红大黄的玫瑰花 也有小朵各色玫瑰陪衬 多达了四五十种各式品种相当吸睛 而在校园中还有红花枫林木 也在枝头绽放 让校园繁花市井相当浪漫 学生拿着手机在花园中开心的拍照留念 亚洲大学校园中种植了一大片的玫瑰花园 不仅成为校园中的秘境 每到冬天花朵绽放 更是吸引不少人前来拍照赏花 我一直来都知道 可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开花 对 我现在还不错 现在很漂亮 第一次知道玫瑰花有那么多颜色 我觉得很漂亮 还蛮好看的 带我妈来拍吧 我妈喜欢拍照 因为我们亚洲大学是欧式建筑 所以配上玫瑰花是绝配 那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因为玫瑰花它是比较属于比较怕热的品种 所以它要全日照但是又怕热 所以它只能够开发时间 欣赏的时间 也只能够在秋冬跟春季的时间 配合校园中的欧式建筑在太极湖旁种植多达五六百株的玫瑰花 大红浅粉各色花朵珍奇豆艳 大花瓣小朵花瓣多达四五十种的品种 一包眼福相当的吸睛 也让校园内多了浪漫风情 但是今年跟往常不一样 因为今年有寒流来 所以它的落叶时间会比较统一 比较一致 所以落叶情况越好的话 它开发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今年风铃木它的开发是非常 是爆发性的开放 所以很漂亮 我们今天主要目的就是来看那个美术馆的 然后看到就是看到这个花就很惊艳 所以刚刚就拍了几张 校园中有一百多颗的红花蜂荧幕 受到今年寒流影响 落叶时间统一 开发的花矿比往年来得好 深红带点紫色的花朵高挂枝头 在美术馆旁还有行政大楼周边 都能够欣赏到美丽的花景 繁花似锦好不浪漫 借庄师庭 存庄安台中厂报导